然后第九 神是积极行动的 所以人类的所有的行动 包括自然界的活动 都在彰显神的属性 是否可以从所有这些行动 或活动中归纳出来 神的属性 还是概念不清楚 上帝在被造界当中的彰显 他的护理 他的统治 他的引导 他的创造 这叫一般恩宠的领域 这叫普遍启示的领域 我们可以有限的获得神的存在 神的勇能 神的复兴的慈爱等等 这些知识 但是不足以获得 关于神公义良善 神对我们的心意 等等更详细的知识 这个知识必须获得成特殊启示 获得关于神特殊的知识 需要借着特殊的启示 神的显现 神的启示 特殊启示 恩怨 救赎 让我们这个人被恢复 然后才能够正确领受神 透过神的救赎的作为 启示 特殊的启示 才能够明白 神是谁 他做了什么 关系当中才明白神的这个属性 所以不可能你只是观察宇宙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去获得神的内在的 很多的属性的知识 这不可能的 好 既然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